一切华先生,您好 我知道您这次呢,也是去佛罗里达呢 对习近平主席来访,进行一个情愿和抗议 我知道你们也紧尽全力 几乎是在一个最危险的道路上截停了习近平的车队 我知道你们也冒了很大的风险 那我特别想了解,你们冒着这么大的生命的危险 自身是于不顾,究竟想给习近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能不能请您在此呢,能讲一讲你的基本数学好吗 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来访 我们几个访明,详细一点商量一下 就我个人诉求而言 我就想让习近平彻底的知道一下 各个地方当局都在做了些什么 为什么老百姓这么大的集院 为什么下面出现那么多横针爆链 血财强财 中央这么多政策,这么多文件 为什么他们都不执行 所以说我们商量一下 一定要把这个信息传达到中央领导的手里 尤其传达到习近平的手里 据我个人而言,我是在2014年3月份 我们家居住了42年的一个老宅 政府宣布征收 它没有任何的法律程序 只是说自95户居民的一个份公开信 这份公开信贴出来以后 就代替了所有的正常的程序 国务院的第590号令也好 国务院关于拆迁的有关程序也好 全都代替了 就是你搬走,我给你搬手续 这样不明真相的一些老百姓都陆续搬走了 我就要求,我想知道 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条件 什么时间我会签 我要一些具体的内容 他们不给我 不给我以后呢 就采取了断水断电 砸楼道灯,断电化线,断网络线,街房盖,8楼梯 这些行为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2014年的5月初 就是三月份他下通知 5月份就开始采取断水断电 上网借瓦这样的行为 对,最不能永远的是 当时我是85岁的一个老娘 他把楼梯都给扒掉了 就是楼梯的一面都给扒掉了 我没看在这种情况下 我自己的老娘的身体 临时安全我要考虑 我就掺着老娘,就离开了那个楼 但是呢,就是临时借数在周围的一个亲属家 死亚市公安局呢 成立了一个所谓的425专案 在5月16号 把我以叫寻讯知识的罪名 给我关在死亚市刊登所 对我进行的这个刑讯逼供 5月30号 既没有通知我被刑局当中的我 就是被我限制自由的我 也没有通知我的母亲 就把我们家的房子 就给拆毁了 我们的生活用品 家具 包括我的一些 手稿 私人财务 所有的,包括收藏品 全部没有了 那您刚才讲到 425专案组 把你的以行刑知识 这样的一个罪名拘捕 这件事情和这个强拆 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说 也是沈阳市公安局 配合地方政府 对一个正常的一个公民 采取的一些强制手段 在2015年的1月份 我呢 把沈阳市黄谷区区区区长和征收局 告上了这个沈阳市中法 沈阳市中法一审判决 判处沈阳市黄谷区 拆迁行为违法 这个是哪一年的事 哪一年哪一月 就是沈阳市的中级法院吗 对,2015年 我上面都有 但是呢 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根本就自知不理 这个增收局局长叫杜锡慧 还有副局长叫许鲁荣 态度极其傲慢 就是说 爱找谁找谁去 我就猜你了 等等 就这种态度 后来之后 我跟他们在一起 就是在有关方面的协调下 我和他们坐在一起 谈了都没有三次 我都有录音 他们有讲什么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说别人讲什么条件 我什么条件 我不要求额外 对不对 但是 你给我造成的损失 你要给我补偿 同时我要追责 谁造成我的损失 他说你要追责的话 我们政府没有钱 我给你赔那就不错了 我说我不要你 你要纳税人钱赔我 谁把我的房子 我要税我拿钱 所以说这个事情 就一直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解决 造成我被迫 流亡到美国 我今年89岁的老娘 现在无处安身 就四处借房子 或者租房子 就这么一种状态 那我听说您最近呢 写了一封信给习近平主席 那这封信上呢 你不知道您想 要想告诉习主席 怎么样能够帮助你 能够解决这样一个 强烈裁迁的问题呢 我在新农主要 谈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咱们经济腐败 这个在习近平 这个执政以来 这个王立三书记 联合在一起呢 对这个经济腐败 进行了全盘的一个整治 但是呢 我想提醒习近平主席的 另外一个原因 政治腐败 在中国已经到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种程度 现在很明显 四亲四路 官山勾结 裙带关系 利益集团 已经给中国的经济 带来了非常大的混乱 你比如说 沈阳市荒谷区区区长 叫李鹏宇 他因为我这个问题 法院已经判处都违法了 对他对言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没有受到任何的党纪政绩处困 反而又得到了提升 我一问他 后来我一打听 他的父亲是辽宇省 过去辽宇省上一厅厅厅 另外 太部积极嚣张 那个杜西惠尔征收局局长 他也是这样啊 没有受到任何党纪政绩处困 相反也得到提升 我一问他 后来我一打听 他的父亲是沈阳市荒谷区人大主任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用这些人来治理国家 我觉得是对我们中国 完全是一种灾难 那您这样在佛罗里达截车以后 那有没有地方政府 知道您这样 布区生命安全截车 有没有与你联系 或者有没有任何信息 能够帮助你改善 或者能解决你这样的一个强烈拆行问题 有还是没有 现在我还没有收到任何这方面的消息 但是我可以再次表我的态度 假如说我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我会采取一切方法 包括抗议 包括向媒体揭露 包括继续拦截副国籍以上的 只要来到美国 或者只要 习近平要去德国 只要我有可能 我一定还继续拦截他 直到把事情处理完 好 那我们也希望呢 通过我们这一次媒体采访 把您的这样一个 就是 受这个拆迁影响 这样一个信息 传达给习近平先生 传达到 所有在中国 这样这个 这些官员们 希望他们能够尊重 这样一个基本人权 也能保障 像你89岁老母亲这样一个基本的权力 我们希望能做到这一点 好 谢谢